分布在盆地中的家家户户 点起希望的灯火 凝聚成巨大的希望光球 燃燃升空 绽放出温暖和许之光 渲染整周城市的美好 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举办 串联国父纪念馆市政府 东区松山文冲园区 新一区等城市空间 范围达168公顷 展出300件以上精彩作品 我们台湾灯会 终于再度回到台北 那么在过去33年 我们台湾灯会 经由各方面共同的努力 已经成为世界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灯会 那有国外的媒体 形容它是 这个没有云霄飞车的 迪士尼乐园 那去年在日本也获得 这个所谓世界十大 这个夜景的遗产 所以这个灯会的 这个国际的行销 国际的知名度 可以讲一年 比一年提高 那这一次回到台北呢 我个人是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记得 我第一次开灯会的时候 就在这个中正级年堂 然后那时候可以讲是我们 全台湾的一个大事 那我记得那时候 所有办公室的同事下了班 就挤去那里 零小提灯 然后看灯会 还可以拜拜等等 那一晃也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 那这一次跟台北市政府的合作 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过去半年多以来 台北市政府的团队 跟我们在 不管是每一次的会议 每一次的投入 都非常的紧密 我也相信这一次的灯会 它的表现可以超越 以往的这个灯会 有更亮眼的演出 那十月十三 就要重启国际跨境旅游 那我上个礼拜也刚到日本去推广 参加东京旅游展 那可以看得到非常多的日本的友人 或者是当地的业者 都非常的期待 能够再度来到这个台湾来旅游 那这个灯会 就是我们跨境旅游重启之后的一个 最大型的一个观光活动 那我们也期盼这一次的 不管是参观的人士也好 国际旅客数也好 观光产值都能够更胜以往 这个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 它有两个主要的意义 第一个是 从2001年到外线市去以后 流浪了23年 再次回到台北的地点 第二点 这个是台湾在 COVID-19边境解封之后 第一个大型的这种国际的活动 那整个台湾的旅游业 饭店 各种这种观光相关的产业 我想对这个都相当期待 因为这个办得好办得坏 通常会影响后面很多的活动 那么这一次的活动 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过去办台湾灯会 在其他县市里 它就找一个几公顷的空地 就在上面办 可是台北市要找那个几公顷的空地来做 我们想到半天以来找不到 所以干脆逆势而行 我们来办一个叫城市型的灯会 所以我们有一个主灯嘛 六个副灯 大概三百一件的大的作品 然后要丰富在四个展区 大概可以达到一百六十八公顷 那我们在办台湾灯会的时候 心中有一个很大的目的 要做振兴产业之用 我想几天前在市林办那个白座职业 当然还是会有人批评 动券规划不佳 但是我跟妳讲 市林上圈高兴死了 一个晚上四十六万 从来就没有 那个备料都备到 那根本就没办法来不及迈 所以这是一个边境解放 之后台湾第一个大型的国际活动 我们在想说利用这个机会 把这个东区的上圈 整个要给它搭上来 这是很大的战略目标 所以我们四个展区 一个是沿着忠孝东部 就是台北的洞区 还有国务纪念馆 还有宋宴 还有一个是我们信义上圈 包括101跟市政南村 所以它集中在台北市的东半部 这个L型 那当然这个规划 我们不同于以往 因为我们这个是 差不多一年多前就确定台北要接班 所以我们已经准备很久了 不过也是我们的大型活动 不要到前几个月才临时去凑一凑 这样看起来就是 我们常常看到就是热闹有余 但是它没有战略 所以事实上这几年的执政你知道 像那个台北灯节在西门町 就让西门町繁重了好几年 这个要不是这个疫情你知道 你去西门町看 那个日韓客你知道 连那个计程车都是要讲日语 那个招牌都写日语跟韓语 那不管怎么样你知道 我们希望这次的登会 23年后重新再回到台北 然后它是边境解放后的 台湾第一个大型的国际活动 然后它又是一个不同于以往其他县市 它是一个以城市型的登会来举办 然后我们又给它一个任务你知道 我们希望它可以护清整个东区的商圈 然后再扩展到松阴跟信义商圈 这种的目的 至于那些细节 已经规划了一年了 大概每个月都有规定的会议在开 我认为准备是还不错 连那个最困难的缺点都已经 多花了八千万解决 请提早2013年 有万灯会光与台北正式提供 集长点亮分别代表四大展区色系的 主视觉光丽邦象征 台湾灯会回到台北出示 邀请大家循着光的轨迹 搭捷运赏灯 另外灯会也预计招募三千五百位志工 欢迎对台湾灯会有兴趣的民众 及团体报名一起点亮台北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